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服务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契机 在开发云顿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我们在领先的终端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终端跟服务结合 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优势 大家熟悉的成功的例子 以前是iPad跟iPhone 现在iPhone跟它上面的App Store 连在一起的我们也往这方去想 所以当我们想这个教育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电子书等等的一些装置 当我们想医疗云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说 那我们其实那些病房里面 很多那些医疗的设置都是台湾做的 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医疗云结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创新 我们终端上面的优势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能够开发更好的创新的云端服务 从个人才来讲 因为云端运算 我把它看作是一个internet的一个眼镜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方面 已经有很多basic skill 我们那些硬体软体的 这些开发的skill 其实在云端运算都可以用得到 那倒是有一些新的方向 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 那一方面是系统软体 那以前我们在系统软体的是比较少琢磨的 那我们云端运算最基本的基础 是在系统软体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一块 另外就是一些平行运算的一些算法 一些怎么样去把一个问题变成一些 一个平行运算的方法去执行 那那些也是我们比较缺乏这样的skill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一些方面 那很多大学都已经开始去offer一些 这个云端运算方面的课程 那这次社会的书教所 也已经开始去开这样云端运算方面的课程 那趋势科技呢 是这几年来一直在promote 这个云端运算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他们最近呢 捐赠给台大呢 以一笔很大的经费呢 来开一些云端运算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好像有24个学分 你修办的地方还可以得到一个证书 那另外呢 去年他们开始举办了一个云端运算的 校园的大赛 好像有百万的奖金 那这个假定你前三名的话 那好像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趋势的聘书 所以以后呢 你毕业了以后就可以去趋势工作 那今年呢 是要举办这个第二届 那这个第二届呢 我听说奖金是加倍了 而且我们很支持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第二届呢 自色会 自色会呢 是来支持趋势呢 来做一个合办的 这样一个举动 对应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partner 那在云端运算呢 当然也不例外 那我们呢 应该跟对岸呢 有密切的合作 那 我觉得呢 我们的优势是硬体 所以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优势呢 当作一个合作的基础 那我们的合作的方向呢 应该是 从开放性的架构 还有这个两样的标准 这样的这些层面去开始 事实上 我跟我们这些业界 不管是软体硬体的 这些大厂去谈呢 他们都已经开始呢 在在大物上呢 有一些云端的这个活动 他们自己有他们的管道啊 那根据他们这个 在大物上的partner 开始去从事一些 这个云端方面的一些生意的机会 那下一个月呢 在大物上会 会有一个中国云计算大会啊 这是他们第二次 有这样的这个 这样一个会 那他们请了很多 这个世界云端的大厂啊 那我也会准备去参加 那一次这个云端云计算大会呢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呢 能够介绍台湾 在云端运算方面的一些发展呢 那听我们自己做点广告啊 那我们也也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跟对岸呢 有一些合作方面的一些 那非官方非正式的一些接触 包括怎么去合作标准啊 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合作啊 这一系列的东西啊 那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去做一些参观的活动啊 我们已经约了约好了 中国移动研究院啊 我们也约了这个IBM中国研究院啊 他们在云端方面开发的团队 那IBM在那个无锡呢 有一个无锡云 他们做很多广告 那我们也呢 要顺便去参观一下 那最近上海这个市长韩正 有来台湾参观嘛 那英业达呢 有这个请这个韩正呢 去参观他们的云端中心 那我听说这个韩市长呢 对这个英业达的技术呢 非常关心啊 希望能够多学一点 这个英业达在云端方面的一些发展啊 那嗯 我想呢 这个我们跟大陆上呢 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在云端方面的技术 跟这个商业上面的伙伴 那两边呢 创造一些共银的机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